作为一个健身博主 大家可能觉得 我一直都有一个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每天都在见不同的人 进行着不同的运动 但其实 在醒着的16小时里 我有9小时 都是坐着的 这不仅让我产生了 腰背酸痛 头千斤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动 甚至去健身 都需要额外的动力 阿伦你打我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 除了在工作时 经常改变姿势之外 我决定养成 每天走1万步的习惯 OK 为什么每天要走1万步呢 最早这个概念 其实来源于一家 日本的钟表公司 在1965年 这家公司推出了 世界上第一个可穿戴记不器 运用1万步 来作为一个营销策略 这个数字本身 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 每天走接近1万步 对身体的各个功能 都有好处 这歪打正着啊 作为一个健身博主 我发现自己每天 只能走5000多步 就是啊 我在朋友圈里还排第二 你多少步 4181 所以尽管膳食指南建议 我们每天只需要 走6000多步 但是我觉得 走路有什么难的 我要霸占 部署排行榜的封面 好 Let's go 各位 我刚刚发现 其实我并不是 部署排行榜第二 而是因为时差 国内人都没起床 等他们起床之后 我发现自己才30多名 这前面的人是干嘛的 也太卷了吧 但就在我查看 好友部署的时候 一个曾经一起健身的护士朋友 吸引了我的注意 他一天只走了700多步 我们打个电话给他 问问到底什么情况 bro bro 怎么好久不见你了在健身房 你不能打你包球 跟肩拉断了 我靠 好了吗现在 好多了 三个多月没见成了 咱们约一下呗 brother 这次见你 感觉你getting bigger 受伤之后 中了有15万左右 我想跟你一起做一个挑战 就是每天走一万步 饮食各方面不怎么变 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对对对 Let's try it Pro's be united 尽管我们做这个挑战的目的 并不只是为了减脂 但我仍然好奇 只是增加部数 而不控制饮食的话 我们是否能实现减脂的效果呢 各位 今天是挑战的第八天 除了Damon之外呢 我还拉着Alan 跟我一起做这个挑战 作为一个成功减肥过的人 你觉得只是增加部数能减肥吗 我觉得不行 都知道的还是得先控制饮食 其次散步的心率 根本达不到有氧心率区间 所以你觉得强度不够 对 那么回去一起看看 当下的调查研究是怎么说的吧 各位 在这篇2023年的文献中发现 只做类似于走路这样的有氧运动 减脂效果非常有限 而只控制饮食不运动 效果则会好很多 所以Alan说的是对的 对于减脂来说 控制饮食更加重要 但这是为什么呢 明明我们消耗了更多热量 却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 就是运动时的痛苦 让我们高估了运动消耗的热量 在我手里是一个中杯奶茶 如果我们想一次性消耗掉它 需要游泳一个小时 跑步一个半小时 或者快走两个半小时 不仅如此 其实运动消耗的热量 只占我们每天热量总消耗的一小部分 当我们作用氧提升了这部分消耗之后 其他的这些也并不会保持不变 而是会随着运动量的增加 而缓慢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 你有氧做的越多 就会越容易浑身发冷 懒得不想动 或者下意识地想吃东西 这种现象被科学家们称为 受限的热量消耗模型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 有氧虽然有很多其他好处 但如果只靠它来减肥 大家一定要降低期待 还有500步 各位我现在要去菲尼克斯参加一个太阳队的活动 正好机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练习走路的地方 走一个来回就得有500多步 你们平时会记住自己的步数吗 先开始其实没有这个习惯 有智能手表 每到一万步他会提醒我 感觉就会完成一个目标的 我不进 算了 我一会儿要见副课 我回肩膀 然后穿上去 我把你脚放在拉一桶里 这个脚 我不是脚 脚进去了 不是这个脚啊 这个脚 不脚 你说不脚啊 博客地 拜年 对不对 对啊 哎呦 哎呦 并得有40啊 我听说不客挺大的 你再练就比他大了 在参加活动几天里 我发现自己 很容易地就达到了一万步 有的时候 甚至可以走到两万步 大家现在看我在 太阳队的主场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在篮球款绕一圈 很多人不知道 我得做一万步挑战吧 可当我一旦回到 平时的工作环境中 又总是不自觉地 忘了这回事 各位 现在是晚上的11点45分 大家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白天一整天 都在家里坐着 所以我只能晚上出来 临时抱抱佛脚 我以前觉得 走一万步还是挺容易的 但现在看来 它的难度 真的就是每天进行 最近怎么样 别提了最近太忙 我现在是845步 刚起床 回来以后就日夜颠倒了 运太继续状态了 人命很容易忘 还有一周多加油 必须不是吧 各位 现在已经下午将近五点了 我才走了五千步 所以接下来 我打算所有的步数 做在跑步机上完成 同时我也想看一下 如果一切走五千步的话 需要花多长时间 Let's go 五千步走了将近四十五分钟 一万步的话 可能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 都要不来了 一万了 你把一万步封到每天的每个时候 没有感觉还很难 但是你一口气走 这种难度的 真的很有难度 在持续了几天 这样狼狈的状态之后 我最终发现 要想轻松地完成挑战 还是得有策略的分段进行 各位 想一口气走完 真的太难了 如果大家也希望做这个挑战的话 可以尝试 起床之后走二十分钟 午休时走二十分钟 晚饭后再走二十分钟 再结合平时其他的活动 很轻松就能达到一万步 我得加快速度 除了减脂之外 另一个我比较关心的 就是每天走这么多步 会不会影响到力量训练 感觉力量有所下降 但我的心肺功能有所提高 每次做的时候 可以多做一到两个 从我采访发现 很多喜欢具体的人 都不怎么记录自己的步数 但都有在生活中保持着让自己动起来的习惯 但在2017年的文献发现 如果在举铁前做大量的有氧 会严重影响力量表现 所以如果大家既要举铁 也要做有氧的话 最好还是先力量再有氧 和我自己的感受一样 每天走一万步 并没有给我明显的减脂效果 但却在其他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比如缓解焦虑 增加大脑活跃度 你觉得这样走走会不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你在家里啥都想不出来 但让我感受最深的 还是才对睡眠的影响 昨天睡了大概九个多小时 我觉得和这个一万步有一定的关系 当我们走很多的时候 增加提劳物质 限干的堆积 对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入睡更快 运动比较少的小伙伴 这个是非常好的 增加你限干的一个方法 你觉得这三十天有变化吗 头发发肌线 体重上的变化 有五到六磅 没有控制饮食对吧 自从一万步挑战之后 没有经常就去外面吃 还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带我学习上的帮助 要比体重这样更大 学三个小时 去走走 呼吸呼吸空气 再学得更加集中了 身体有没有负担呢 开始做着一万步挑战 可能受伤那个地方 还有点僵硬 我也问我医生了 他说坚持走 坚持活动 他这样慢慢慢慢继续会拉开 我睡眠更好了 这个挑战结束之后 你还会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我觉得应该会 我溜狗 各位挑战终于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我这三十天的变化 和对面不同 我的体重几乎没有变化 但明显感到胃口变好了 睡眠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同时因为增加了休息次数 在散步的时候 经常灵感迷发 对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在挑战过程中 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 我感觉每天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啊 虽然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但如果每天专门抽时间用来走路 还是会占用很多娱乐和放松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 本来做这个挑战是想缓解久坐的压力 但我发现 走路走多了 对腰也有压力 再加上力量训练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 腰都很酸 根本恢复不过来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 接下来我并不会走一万步了 而是会坚持每天走七千步左右 我感觉这个步数 既能得到走路带来的好处 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其实在看留言的过程中 我经常能看到有小伙伴说 希望在新年能够改变身材 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但我觉得 改变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动力 还有惯性 而走路作为一个既免费 又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运动 就是一个最好的 能帮助我们建立惯性的工具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在新年做出改变 可以尝试你每天走七千步 作为一个目标 相信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收获的不仅仅是健康 还有相信自己 能够完成任何事的私信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所以你之后会坚持这个习惯吗 相比较之前那种高强度优雅 这种走路的方式更容易去坚持 等我没有监督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持这个状态 我还是有腹肌的 还有腹肌 我还是有腹肌 看腹肌